大家好,我是爱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建言爱古50-60 元神热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 加全热物 加陶侠 加成就加探索度100%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这里我们继续上一批 开启的这个传送点继续 我来到这个传送点之后 往东方向 地腿右边 自己走过来 好,在这个出口这里有一个 这个死盒 我们紧到这个死盒之后 东南方向 地腿右下方 这里朝着这个任务点这里飞过去 对后完之后 然后我们朝东南方向 地腿右下方 再抢上这一个伏纹 这里变成这个狐狸 然后在这个东北方向 地腿右上方 这里有个钩子 自己勾过去 然后这里 两连勾 这里勾上来 好 在上面这个平台 这里有一个金字宝箱 那开启之后 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所以第一坨朝下方看 再希望这里有一个火神筒 这里跳下来 剪刀 只要这个火神筒之后 然后我们朝东北方向 地腿右上方 自己做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 二连跳 然后再外加一个跳狱 不然的话你掉水里面会淹死 然后淹死的话 是有一个成就的 刚才是给大家演示那个成就 绝对不是因为我失误了 好 这里一过你 被淹死 再闯接回去剪一下 这个狐狸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顺着这个石珠的一下来 然后再这里勾到对面 好 然后这里我们继续 沿着这个洞往前走 这里可以利用一下这个钩子 这样快一点 然后这个任务指引点 好 然后在这个东方向 地腿右扁 在这个河对岸 有一个史莱姆镇手 好 这里 在这个斜坡下面这里 有个炸弹 我们建议炸弹 然后这里长按移 长按移对准这个史莱姆 炸一下 好 炸死之后 我们这一再踢到对面 开启这个史莱姆宝箱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几步 触发一下这个剧情 这里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这里 炒西发地右左边 炒这个史墙上面看 这史墙上面这里有一个火神通 这里爬上来 剪到 剪到这个火神通之后 我们再炒这东北方向 地腿右上方 这里两连勾勾过去 再跳远 先把我们这个虎猎这里放到这 切为这个人形态 好 然后在这个石板底下是有一个宝箱 我们这里 然后这个底下 这里右转走到镜头 有一个精致宝箱 好 然后这里我们再反围到上面这个平台 这里操作到虎猎 然后我们剪下这个花 给它炸弹 然后在这个东方向 对于右边有一个大石块 长按移给它炸开 好 然后再剪下这个炸弹 然后朝着到南方向地腿下防 对于墙面上的这一个发光的这个墙面 这里给它炸开 好 这里我们先来拿这个大眼峰的宝箱 好 然后这里我们再 然后这个海岸这里 踢过去 然后这个 然后树桑底下 在这里有一个装置 这个按下1 可以拉出来 拉出来做这个地面 就是水面上会出现这几个扶梯啊 我们沿着扶梯这里 然后对面 好 在对面这个草堆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好 这石盒子旁边这里还有一个装置 自己按梯拉出来 好 然后朝西巴对于左边这里 继续沿着这个扶梯 向前走 然后走到镜头这里还有一个装置 自己再拉出来 然后这里往左转 直接跳过去 来开启这一个普通宝箱 普通的宝箱 那捡血之后 西方向地路左边 这里直接两连钩 扑过去 在对面这里有一个 以记手为正手 青王怪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这里切尾这个狐狸 在这个西方的地路左边 这里有个炸弹 我们捡起一个炸弹 然后顺着这个楼梯 这里左转上来 下来之后有一个开关啦 这个开关我们这里按一下 好 这边宝箱咱们去开了 然后我们会被反锁在里面啊 然后我们利用刚才剪刀这个炸弹 可以炸一下左边这个墙面 这里给它炸开 好 然后这里再出来左转 去开一下我们这个华丽的宝箱 开启这个宝箱之后 旁边这里有一个死柱子啊 我们点击这个注入染树 出完之后我们在这里回头 朝东南方向 地图越下方 这里有多缩几个钩子 我们设的这个钩子一路往前踢 这里途中捡到一个火神筒 好 跌到对面之后啊 我们这里设的楼梯这里上来 这里左手边 左手边这个角落这里有一个死盒子 好 然后这里我们往右转 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在对面这里有一个史莱姆的镇手 这里切网怪 然后宝箱 然后这里再回头 切回这个狐狸 好 切回这个狐狸之后啊 在东北方向地图的右上方 自己跳下来 在这个左边这里有两个木匣子啊 然后在这个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这个死墙背后这里也有一个 大家有需要自己切 切这个人先来自己拿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这里我们剪这个炸弹 然后在他左手边这个大岩峰 这里把这个大岩峰给他炸开 好 炸开之后里面是一个装置啊 这个装置我们塑料快一些啊 就是我们给他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我们再 剪下炸弹 然后这个背后这个电梯这里 跳上去 好 然后这里我们要来到立一个扶梯啊 拿上来 然后再立一个扶梯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掉下去了 然后我们这里按1 瞄准对着这个死墙 给它炸开 好 山洞炸开之后我们这里出发巨星 然后这边我们先不早已下去啊 在我们这个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在这个小隔城这里有一个 直接开启的华丽宝箱 然后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两连勾 所以勾过去 然后再跳一下 好 要继续往里走 然后这个任务指引点 好 要我们再往西方地图左边 做了之后钩子这里一路往前踢 好 这里低头 就到下方这个山洞 好 所以继续往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在这里是有一片岩浆湖啊 这里有一个把它比较特殊啊 你做完任务和没做任务的话 它宝箱位置是不一样的 好 这里先来到这个任务指引点 先过要剧情 这里动号完之后 这里我们先切这个人形态啊 如果你是做完任务过后啊 它岩浆这里会上涨 应该是在背后啊 这附近这里会有一个接纳的那个 精致宝箱 反正就在这附近啊 大家自己找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岩浆的边缘 好 如果你现在跟我压制 做任务途中啊 我们这里先 从左车这里要到对面 这里沿着边面的网 这要开岩树式也会比较好早一些 好 它就在这个岩浆的这个边缘 然后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等这个岩浆 它下降的时候 我们再来开这个宝箱 来 开启 好 开启之后 这里空中有一个绳头啊 这绳头我们后面再拿 因为现在拿来的话比较危险 好 这里我们先转向 北方向 地图上方 这里往前走 好 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我们沿着这个边缘 照过去 好 在这里还有这个 坐骑 这里切换这个狐狸 那切换这个狐狸之后 我们再朝着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贴到对面 跳一下 好 然后继续往前走 塑了前往这个隧道这里 进去 这里利用一下这个钩子啊 这样快一些 好 这里来到这个斜坡位置的时候啊 好 在这个左手边 左手边这个平台这里 有一个宝箱 在对面这里 那 这里我们勾过去 来 拿到宝箱 拿完之后我们这里再 朝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勾上来 因为你坐机不想死了也没关系啊 那这里还有 那 这里还有 好 然后我们这里随便捡一下炸弹 捡一个 然后朝北方向地图上方 所以说的喜欢这个钩子 好 直接勾过去吧 对面应该还有 还有炸弹 那 这里捡一下 捡个炸弹 然后走到这个镜头 这里我们要摘下这个石墙 把它炸开 这里都耗完之后啊 那这个岩浆它是会上杂 但是塑料快一些 塑了这个钩子 这里一路往前钩 刚才不是提到 那个空座有一个神童吗 好 这里注意一下地图啊 好 我们来到这个 神童旁边的时候啊 我们 来剪一下这个神童 得勾过来 剪到这个神童 剪到神童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淹死 就是拿到神童再淹死 会有一个神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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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错了应该是被烫死啊 而淹死跟烫死都分别有一个神童 好 如果你刚才 呃 要是 没有来的结 没有剪到那个神的话 也没关系啊 呃 这里我 继续带着大家再跑一遍啊 如果你刚才 剪到那个神呢 就不用再跟了 后面 好 这里 你们不管是做完任务 还是自杀 都是在这个虫生地啊 都是在这附近的 我们剪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直接在符文 要朝西南方向 递出左下方 射做钩子 这里一路钩 往左转 这里往下面走 好 如果你这边没有打到神童 应该就是在这个 岩浆湖附近 好吧 拿到自己自己拿一下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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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